这是一台电路思路过关 输出性能达标 却在功率因素 电路用料与品牌开放度上都留下硬伤的 100瓦四口氮化夹充电器 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 你们都知道品牌的100瓦四口充电器 所有的测试数据在咱们的测试片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在我主页可以去看一下 我个人觉得这个充电器的测试数据还是可以的 内部的用料怎么样 我们这一期拆解该就知道了 关于一个充电器 我们为什么要把测试片拆解片分开做 咱们的每一期视频的结束语就说得很清楚了 测试为了了解 拆是为了真相 内部电路元器件用料的真相 喜欢我这种硬核测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先对这根线材做拉力测试 关于这一根线材 我们已经做完拉力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过程 从这两次拉力测试来看 这个线材两次都已经把它拉断了 只是这个外皮还没有断 线材的外皮润性还是非常够的 最高的拉力是在40公斤左右 我们现在把这个线外皮剥开给大家看一下 做工是非常的简陋的 没有屏蔽网也没有铝箔的屏蔽针 就靠内部的这几根线来扛这个拉力 红黑线为正负极线 这三根线为低加低减和CC线 可以看到这线芯都是用的杜西线的同时 然后线芯内部也有抗拉纤维 如果没有抗拉纤维的话 这个最多一二十公斤的拉力就直接给它扯断了 我们把两端的type-c头把它剪开看看内部的芯片 剪开这两个type-c头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单芯片的设计 但是另外一端的头子我轻轻一掰分开了 证明这个做工质量很一般 这个就是它内部的eMarker芯片 芯片上面的4E型号是5388D 实际型号是CHC5388D 来自江苏的成义半导体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 主营业务是数字和模拟集成电路产品 官网是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它只有规格信息 也就是100瓦上线的一颗eMarker电子标签芯片 这个线材拆开 大家觉得它的做工和用料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充电头的本体做个拆解 从外观上看 这个银色的面板应该是镶嵌上去的 我们先把它撬开看一下 果然是镶嵌上去的 很轻松的就把它撬开了 撬开以后我感觉就直接可以把 直接撬一下它直接就出来了 这个充电器内部的模块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做工还行啊 还过得去啊 还用上了紫铜的散热片啊 确实是纯紫铜的散热片啊 灰色的散热硅胶 这上面也是初次级隔离用的麦拉片 关键的发热的部位 它都是打了散热胶的啊 这就是把散热胶清完以后的主板啊 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原先是设置了两个NTC热命电阻 后来减配为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少了一颗电容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 和元旗舰用掉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拆开这台某品牌白瓦四口单快家充电器 我们看到它的电源架构 从试电输入到最终的多口输出 分为四个核心的阶段 EMI输入与干扰意志 QR准协证能量转换 SR隔离与整流 以及多路纬压与协议控制 总理来看 这是一套典型的多口桌面淡化价方案 层层分工清楚 能量路径 简洁 高效 符合当下百瓦快中的主流工程思路 不过这台充电器也带来了一个工程和市场上的关注点 它并没有采用功率因素校正 PFC电路 缺少PFC并不影响日常家用 但在某些对能效和谐波有严格要求的地区 这种设计就可能引发争议 至于这背后的考量和影响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专门展开分析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次拆解的核心环节 电路及原器件解析 首先是深圳量胜电子出品的 5A250V慢容保险丝 用以保护后级元件的安全 量胜电子2002年成立 专注于保险丝 温空气的过流保护产品 一颗黑色NTC热敏电子 用于上电瞬间浪涌易致 两极滤膜结构 第一极环形公模电感 配合东莞承熙电子的X2安硅电容 规格0.47微法275V 用来吸收和滤除公模干扰 承熙电子2008年成立 专注安硅电容 薄膜电容的生产 第二极则采用扁平铜带式 扰线电感 继续压制超模噪声 这个电感质量不错 两颗山东京岛微电子出品的 ULBF810贴片整流桥 把交流修正成高压直流 两颗并联均滩发热 京岛微2013年成立 专注半导体分离基建 最后由深圳创汇电子的 CD11系列 150微法400伏的高压电解电容 完成母线滤波 为QR电路提供 稳定干净的直流母线电压 创汇电子2008年成立 主打铝电解与固态电容产品 主电路采用的是准协证反击 也就是QR托普 由珠海智容科技的SW1106P 主控芯片负责高频开关控制 实现高效的电压转换和稳定输出 珠海智容科技2014年成立 是国产快中协议 与电源管理芯片的重要厂商 主开根管使用的是 深圳英诺赛克的淡化夹功率器件 INNO650-150A 规格耐压650V 导阻150毫欧 陆极电流32A 具备开关速度快 损耗低的特点 大幅提升整机效率 英诺赛克2015年成立 是国内领先的淡化夹功率器件企业 同时服役RCD尖锋吸收电路 保护主开根管 配合带辅助供电绕组的变压器 完成能量传递和初次级隔离 隔离与同步整流电路 同样不容忽视 四川特瑞翔割技的两颗安硅外电容 规格分别是1000匹法和220匹法 用于削减供膜噪声 同时保证安全隔离 特瑞翔2014年成立 专注于安硅陶瓷电容的生产 反馈控制 采用的是深圳奥伦德实业的OR1019 光电偶合器 配合431基准纹压芯片 实现初次级的电压反馈和稳定控制 奥伦德实业成立于1998年 专注于光偶和隔离器件 同步整流控制器 也是由珠海智容科技出品的 SW1608控制器片来进行控制 驱动两颗深圳恒程微科技的 HC70T10Q MOSFET实现高效的整流 恒程微科技 2011年成立 主要生产MOSFET和电源管理芯片 输出滤波 采用的是深圳创绘电子的 RV25系列 820微法 25伏固带电容 进一步降低纹波 为多口输出提供稳定的电压 多口输出的智能控制系统 整机的大佬是 青岛东软载波出品的 ES7P169C系列MCU 负责四个充电口的功率分配 温度控制和数码管的功率显示 东载软波1993年成立 总部位于青岛 是国内知名的微控制器 和智能控制解决方案供应商 四个充电口由三路降压电路控制 每路电路都配备 珠海智容科技的 SW3516P协议控制芯片 实现快速协议识别与电压电流的调节 三路降压电路最高功率设定 都是在100瓦 三路独立的降压电路 由大功率的功率电感 和多颗智容科技的MOSFET组成 确保C1和C2 C3口可以独立提供百瓦输出 而C3和A口共用一路通道 并发时A和C3降为5V的基础功率 这款小版上面的MOSFET 都是同一个型号 SWT40N45智容官网 没有资料 三颗窗汇电子的RV25系列 220微法25V固态电容 配合这些高频MLCC 用于三路降压电路的滤波 一共四颗R005精密取样电阻 为每个端口适时监控电流 实现精确的线流与保护 另外这里还有两颗MOS管 用于四颗充电口的功率分配 这里还有一颗MOSFET 用于数码管显示的电源开关 从这次拆解的结果来看 这台白瓦四口单画家充电机的整体设计 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 架构成熟但取舍刺眼 优点方面 主功率电路 失路是成熟的多级开关电源 输入滤波扎实 隔离和反馈 闭环都到位 输出三路独立降压 配合智能协议控制 纹波和输出稳定度 都在同级白瓦 多口中算是中上水平吧 三路独立控制 让多设备同时快充保持稳定 这也是它能立足白元段的真正的底气 接下来的硬伤 首先就是功率因素矫正电路的缺失 白瓦级别却没有PFC电路 这就意味着输入电流机变 功率因素偏低 在严格执行能效和谐波标准的市场 这种设计几乎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这些市场 也让家用环境下的电网 无谓承受更多的无功负载 第二就是用料和散热的保守 从初级到次级 关键器件都更像是够用而非豪华 在实测长时间满载时 外壳温度逼近80度 内部的热鱼量有限 这种对纸面指标的做法 与它白瓦输出的宣传有落差 第三就是品牌策略的封闭 尽管我在视频中以某品牌称呼 并且扣掉了所有的logo 大家一眼就能认出它是谁 品牌方这种回避态度 无形让人对其用料的透明度 和长期的可靠性产生疑问 综合来看 这是一台电路思路过关 输出性能达标 却在功率因素电路用料 与品牌开放度上都留下硬伤的 100瓦四口氮化夹充电器 到这里 这台某品牌白瓦的四口氮化夹充电器的测试 与拆解都已经完整的给大家呈现了 综合来看 它的多口输出能力的确达标 三路独立的快充配合智能协议控制 多设备同时接入时分配稳定 实测在100瓦满载烤机下 可以长时间保持而定的功率输出 只是外壳的温度接近80摄氏度 热冗余并不宽裕 而在65瓦工作区间时 转换效率和温身都更理想 是它的最佳功率端 从效率指标来看 AC-DC-DC两极转换 在110和220伏的环境下 六组的平均效率都是87% 这在百元级产品里面属于合格偏上 输出纹波控制在120毫伏以内 远低于国标200毫伏的上限 这也是它的亮点之一 协议兼容方面虽然没有融合快充 但是PBS支持人确实是很不错 显示出设计者对快充生态的深度理解 如果你的关注点是 多设备快充的稳定性和百元预算的性价比 它的表现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可以放心的入手 但是如果你看中电路架构的完整度 能效规范和品牌的透明度 那就谨慎的权衡一下吧 测试未来了解 猜试未来真相 认真车材客观输出 我是迪火车材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